如果让魏忠贤没想到的是,仅仅一年后,他就从权力巅峰跌落了。 天启七年的春天,天启皇帝在魏忠贤和且世等人的陪伴下,到心院游船,一行人在船上把酒言欢,没想到因此竟然导致了天启皇帝的死亡。 后来,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等人又改成小船,打算到湖中心欣赏美景。 没想到,湖面突然刮起狂风,把小船给吹翻了,天启皇帝因此落空湖中,虽然侍卫很快就救起了天启皇帝, 但是,由于水冷,寒气入体,加上落水时受到了惊吓,天启皇帝回宫后就一病不起了。 到了农历八月,天启皇帝病危,于是着手安排起身后事。 由于天启皇帝的三个儿子全都夭折了,皇位极有可能传给唯一的弟弟姓王朱尤简。 而朱尤简是个韬光养晦,神秘难测的人,魏忠贤和启示,担心将来无法控制朱尤简。 怎么办,这皇上一旦驾崩,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 不要哭,现在朝中大多是我的人马,姓王登基,那他也得听我的。 胳膊拧不过大腿,秦皇登基,他如果想动你,你觉得你能斗得过皇上吗? 好了好了,不要吵了,这个事情我早就想到了。 我早就已经安排怀孕的宫女进入后宫,冒充是皇上的血脉。 只要皇上能够坚持到孩子诞生,那我就可以让姓王当不了皇上。 张皇后他们早就料到你的这步棋了,我听说皇后一个劲地劝皇上早立姓王,让他的弟弟登基。 这个事情我想到了,退一万步讲,这姓王登基,他要是敢动我们,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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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